你好我是Jani 今天主題是不養生的 Wikings加K-Time等於聽牌 同時對李總冠軍只差一場勝利 影片中所有的數據截至2022 6月14號 今天是總冠軍賽的第五場比賽 賽前雙方是2比2平手 換句話說誰可以拿下場比賽的勝利 不但可以聽牌 也會把壓力完全甩給了對方 今天勇士隊在主場是104比94拿下勝利 所以勇士隊的李總冠軍只差一場勝利了 接著來看一下場上的狀況 勇士在第一節攻下27分 其實不算特別高 可是強悍的防守讓對手單節只攻下16分 第一情賽勇士跟綠三軍 白回合的防守效率都是106.9 兩隊是並列聯盟第一名 實際上東區冠軍賽的熱火隊 西區冠軍賽的獨行俠 也都是防守很好的球隊 所以防守才是贏球最簡單的方法 半場結束 勇士隊以51比39在主場領先 對手12分 綠三軍會落後的主要原因是失誤太多 半場球隊就發生了9次失誤 我們來看一下勇士隊的防守 這一個回合JR切太深 另外小Patton站的位置非常好 他站在兩位球員的中間 所以就算JR球傳得出來 他也可以在第一拍就有對到位 更別提這是一次傳球失誤 另外包括JPT跟Smart也都有發生失誤 這也是球隊在上半場會落後的主要原因 至於勇士隊可以領先的關鍵一定要提Wiggins 因為他在上半場就攻下了16分 這也是全隊最高的得分 咱們來看一下他的表現 這個回合JR要單打Steph Curry Wiggins進行協防 巴了對手一個火鍋 這是一次漂亮的防守 另外進攻端上面對小白 他也有兩次後仰跳投的表現 所以今天的Wiggins不只有仰身路線 至於前兩場比賽表現得不好的 Wiggins這一球打得非常漂亮 在三分線外持球 看起來是要幫K湯掩護 原本對Wiggins的Rober Vance 這個時候在注意跑屋球的K湯 這也給了Wiggins一次切入的機會 實際上站高位車贏的球員 不斷要幫助隊友創造機會 同時也要觀察防守球員的重心 甚至是站的位置 這樣才可以創造更多得分的機會 比方說這個回合 Grin不只是要看跑屋球的Kurik 同時也要注意切入的Wiggins 這當然也是未來 James Wiseman等球員要學習的地方 整個系列賽 勇士在第三節的得分都比對手高 再加上半場就領先對手12分 所以勇士球迷在半場結束之後 應該對這場比賽非常有信心 可是綠三軍是肌肉賽 最會打客場的球隊 前一戰比賽之前已經拿下10場客場的勝利 第三節開局 雙J就合力打了一波10比0的攻勢 其中Gin Taten連進兩顆3分球 綠三軍追到只落後對手2分 不過雙J表示 比分還沒有超前繼續加油 Smart這次的外線是Gin Brown的助攻 進球之後雙方也平手了 另外Hover這顆3分球則是Gin Taten的助攻 更重要的是 綠三軍58比55將比分超前了 看到這裡我相信 雙方的球迷都會感到非常緊張跟刺激 不過K湯表示勇士球迷不用等G6 今天這樣的比賽我就當成第6戰來打 他在第三節末段連進兩顆3分球 這也幫助球隊將比分咬住 這個回合就是浪花兄弟的招牌動作 在隊友幫忙掩護之後直接Catch and Shoot 非常乾淨俐落 實際上勇士隊也有海嘯3兄弟 這3名球員的特色就是 準起來的時候沒有人擋得住 上一場比賽攻下43分的Kerry就是最好的證明 另外Gin Taten Pro在CSI第二場主場的比賽 連續兩顆3分球的表現 相信也讓球迷留下深刻的印象 今天Gin Taten Pro又來了 第三節末段 當時Kerry被雙J包夾 所以他先投進了一顆3分球 這一球只是熱身而已 因為他在第三節最後來了一顆難度比較高的 壓哨3分球 這也幫助球隊在第三節結束時 以75比74領先對手1分 所以即便今天綠三軍在第三節打了一波35對24的攻勢 可是主場的勇士還是帶著1分的領先進入到第4節 我自己的看法這一球很關鍵 設定指的是士氣跟氣勢方面 至少沒有被客場的綠三軍壓過去 第4節開局又是K-Town 這次是對位年度最愛防守的球員Smart 這是一次男人之間的對決 最終的贏家是K-Town 再加上Kerry在第4節中段不但自己可以得分 也能幫助隊友得分 實際上在Kerry得到這2分的時候 其實勇士隊已經將比分稍微拉開了 不過Wiggins跟K-Town表示 就算比分稍微拉開了 也要讓組長的球迷再嗨一點 Wiggins這一次的灌籃非常霸道 這一球雖然沒有像怪人 陸卡丹吉群那一球一樣 運下球之後三分球又進 主場球迷簡直嗨翻了 接下來綠三軍也把主力全員都換下場休息 也就是全力準備第六戰 先恭喜贏球的勇士隊 接著聊一下輸球的綠三軍 正好比賽球隊發生了18次失誤 第4節前段 Jayton Tayton發生了一次走步為例 接下來Smart來了一次進攻犯規 再接下來就會不讓個人發生兩次失誤 所以球隊浪費了太多次的進攻機會 這當然是球隊今天會輸球的主要原因 另外全場罰31只中21球 這也是下一場比賽自己要調整的地方 我們在對戰分析時提過 雙J只要有一名球員熄火 球隊要贏球就會有難度 因為這次球隊的替補戰力遠不如勇士隊 這樣比賽板凳群只攻下10分 另外雙J制衣的Jayton Brown投18只中5 所以就算Jayton Tayton跟Smart都有20加的表現 也無法帶領球隊贏球 至於替補戰力的部分也是秀賽季哨帥要加強的地方 今天勇士隊的板凳群合力攻下31分 所以勇士隊可用執兵比較多 這一點是毋庸置疑的 其中有壓掃3分球表現的Jayton Paul攻下14分 這裡要注意的是合約已經到齊的小Pattern 今天攻下15分3超球 他的上場時間不但比Jayton Paul還多 實際上他的正負值也是全隊最高的 這樣比賽多數時間勇士隊是打比較小的陣容 包括可防努尼跟Balisha這兩位前場球員 今天用的比較少 更多時候場上是放小Pattern而不是Jayton Paul 畢竟小Pattern的防守能力非常好 第四階中段小Pattern單防Jayton 造成他的失誤就是很好的例子 聊到合約就來看一下星師表 下個賽季勇士在沒有任何教育的情況下 拖累星師為1.7億 其中就登普爾準備換合約 另外可防努尼、小Pattern還有今天打先發的小Porter 這三名球員的合約都到了 咱們再來看看修賽季勇士隊的操作 好回到場上 勇士隊能贏球的關鍵第一是Wiggins 除了攻下16分之外 他今天拉下13個籃板 上場比賽的是拉下16個籃板 剛剛有提到可防努尼跟比特利學上的時間幣不多 換句話說 Wiggins能不能保護好防守籃板就會很關鍵 否則勇士隊就要被迫調整陣容 也就是換上可防魯尼等球員來保護籃板 第二個關鍵是K湯 因為第三階當綠三軍把比分超前的時候 如果沒有K湯先把比分咬住的話 比分可能就會被對手拉開了 而且防守段上他也有兩次超球的表現 再來就是勇士球迷非常喜歡的小Pattern 因為今天他不但有防守而且也有得分 這也讓Steve Kerr不用因為場上得分點不足 而被迫調整陣容 另外K湯今天的外線雖然熄火 不過他還是有切入跟傳球的表現 而且第四階中段這次的防守 也造成了Janet Brown的失誤 所以今天對勇士隊來說是一場團隊的勝利 真正上一場K湯攻下43分的狀況有著很大的不同 至於Green的部分雖然追蹤是六範離場 不過今天的表現已經比前兩場比賽好多了 第四階中段雖然場上有發生一點小狀況 不過幸好後來沒事 這個回合就跟Tayton非常冷靜 開個玩笑說如果換成表弟 那麼應該就會很熱鬧對吧 總是對於拿下仗比賽的勝利之後 目前離隊史第七座總冠軍 只差一場勝利 其實克宇迪直接升下第一座Final10 MVP 也只差一場勝利 不過第六場比賽是要在綠三軍主場進行 咱們再來看一看這個系列賽會不會有搶七大戰 好以上就是我個人對於總冠軍賽 第五場比賽的一些想法跟看法 至於你們有什麼想法跟看法呢 也歡迎留言告訴我 那我們輕鬆的MVA吧 好以上就是這集的內容 希望今天的影片你們會喜歡 今天的影片就出囉 這樣大家喜歡跟分享這部影片 也別忘了訂閱我的頻道 給我一個試試的鼓勵 更重要是要記得開啟小鈴鐺 那今天就這樣子囉 我是嘉年 我們再次見 掰掰 再見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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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